嗨嗨 進來 嗨嗨 大家好 我是戴希 今天入住的是台北情侶公寓酒店 那這個房間的話是兩房一廳的房型 有一間竹落室還有一間浴室 通過客廳的話到底就是三人房的空間 那就來看看我今天入住的三人房房間長什麼樣吧 三樓的樓層位置走到窗房間被翻到的綠色的樹 雖然說是單人房但走到很寬敞 小思韻來到房間就想要立刻跳上我的床 這裡的溫馨感讓我們覺得都很像回到家一樣 因為大子是太鬧了所以只好拿出平板的製紙拍一下 穿越過舒服的客廳有一區工作區還有一區是小廚房區 這邊有電熱水壺洗手台 茶包咖啡一瓶兩片 麵子爐跟微波爐 過碗瓢盆也都有 那再來看看這箱裡面有什麼 打開酒可樂兩瓶冰水 再看看浴室的部分 浴室裡面有浴缸 還有我很喜歡的日本波爐沐浴霧跟洗髮精 馬桶是免治馬桶喔 沐浴配品也是蠻齊全的 我們有三個人 沐浴配品只有三盒份 一致滿桌公司 再來看看第二天的早餐有什麼 中式西式高油 不夠種類不多 但我覺得最經驗的啊 是有現炸的兩種汁 還有現炸的豬骨汁 豬骨汁 豬骨汁是由西洋芯 蘿蔔和蘿蔔一起醬汁的 很新鮮 好喝 因為這邊有關係 生活心情非常好 左下樓就是晴光夜市 晴光夜市裡面差不多每十小時的 而且都很便宜 同本家 臭豆腐乳外 以前豬雞通通都有 尤其是晴光紅豆餅 皮薄餡多 15元還ok 還有這個脆皮甜甜圈 一個25塊 原味也最好吃 滿感知的是 他一直拿在手上 我都不想要放掉了 接著還買了一個春秀家的健身蛋糕 雖然很貴但是很好吃 附近還有很多腳底按摩店 非常適合帶早館一起去按摩 按著按著都覺得好消除皮膠啦 最近暫停逛公園 酒店做了三天兩夜 因為都在陪家人 所以沒有太多時間來錄影 那更詳細的資訊 我都已經寫在布魯格文章中了 興趣的可以點到下方資訊參考喔 那這次介紹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掰掰